让九点 回到节目现场来看国民党的大戏 真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精彩啦 明佑哥刚才大家在聊这个 钟佩军跟罗志强的时候 大家已经觉得哇厮杀得好激烈 没有想到来隔壁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巧心的部分连主席都可以斗啦 这个昨天他上了一个网路节目 主持人问说 你有没有这个朱立伦的line 巧心说有啊我有他的line 我找给你看 结果找半天找不到 后来他不小心冒出了一句话说 我解封他了没 不晓得之前封锁的 有没有解开啦 巧心拿的那只手机啊 那也是朱立伦送他的 来明佑怎么看啦 这个许巧心他也知道 这个网路节目每一句都会被播出去 那其实又故意还是不小心 讲出这样子的话 这是不是别有用心 我觉得依照许巧心的说法或做法 故意的成分会大一点 因为他会故意带一些鱼尾 然后让你去抓 自称是心狠手辣的恶女的这个许巧心呢 上网路节目 那现在我还没看到说这个Eric 朱主席叫Eric 他的LINE名称叫Eric Eric Drew Eric你把他解封了没 你有没有接到他电话 有没有跟他传讯息 你不是说截图然后回报吗 我目前还没看到啦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他要在松信选立委这件事情 要挑战费宏泰不是不行 因为费宏泰也68岁了嘛 那这个像我们这个文山区 赖世保71岁了 两位都非常资深也非常年长 可是你要去挑战一个人的时候 你只要简单的说我要参选就好了 你不用再去说那么多了 你知道吗 然后把自己讲的说 他一定是最有战力 极战力可以挑战民进党的 然后把条件都列出来 讲的自己非常厉害 当然我知道罗志强跟徐晓芹 有一个特色 他们都有非常高的网路声量 可是我要讲网路声量 通常换成选票的可能性非常低 所以他今天是夹扯说 我网路声量 你看罗志强也是要去哪里选 都去哪里选 要选总统 要选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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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选立委 都在一方 叫他说 不然你去台东区挑战贺宏 他也不敢 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说 人还有团队 要还有家人 你要去想 我也有 大家都有嘛 对吧 你要去想 徐晓芯跟这个罗志强 他们的想法都很简单 一定挑软的贺宏 那一定去想说 我平常我选议员这个选区 就直接让我选立委就好了 可是这样秦桧出出来讲的 你怎么会说这种话 这种很不厚道的话呢 那你既然要参加这个松信 要挑战费宏泰 那你至少要尊重人家一下 然后废宏泰最可怜 然后被讲出来说 他要去宣布分枯 我国民董就好玩的 你知道很多人说明佑 你又要宣入委吗 你知道这个罗民材 要去宣布分枯吗 我说你们有建国啊我看 对啊 所以你要有证据给我看 所以废宏泰还说你在害我 我说好转战不分区 所以这些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国民党真的赢得有春了 可能这个2022赢得有春了 所以今年你看 要提名这个组料里面 大家都信誓旦旦 每一个区域都要出来 当然我说每个世代承接不是不好 但是这个还是要讲武德的 虽然曲晓星说他不讲武德 这个还是要讲武德的 你还是要尊重前辈 他们过去在立法院 我们虽然不同立场 可是人家在立法院 有所表现的时候 你怎么样跟他去PK 那你把你的特色讲出来 不是用这种手段 我认为说秦卫主讲得非常 这个有点不厚道 所以我是认为说 无关系曲晓星 罗志强 你不要认为说 你们去选一定会赢 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往往我们想说成功 结论当然是成功 可是这个过程 更多人会检视你 所以我认为说 做人还是要讲武德 还是要厚道一点 不要认为说 我去选非我不可 我告诉你 世界上没有所谓的非我不可 薛晓星狭带这个空战优势 他讲的话 其实也都蛮有梗 他知道媒体喜欢什么 知道网友们喜欢听什么 如果这一点要跟他比 费宏泰是不是 就很吃气 是不是很吃力 温大哥怎么看 因为费宏泰现在遇到的状况 怎么感觉有点进退两难 像是赵绍康 前几天就点名 他说他觉得像费宏泰 赖世保这种资深的 应该要去不分区 当这个不分区的委员 结果费宏泰听到 但是很生气 他说在现在谈这个不分区 你是在害我吗 想要让我在初选的时候选输吗 来这个温大哥 应该要感受到费宏泰 压力非常大 我觉得费宏泰 他说会话 他应该是暗爽 各位要了解 你要看清楚 刚刚讲的那三个人 赵绍康也罢 赖世保也罢 费宏泰也罢 全部都是新党 他们在国民党是借壳上市 对吧 所以他心动他没票嘛 你国民党 补一些不分区给他 爽逼了 对吧 所以暗爽 他说你不要害我 意思说其实应该是 后黑学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看后黑学的 后黑学里面也有一张是谈到政治 他们大概发揚光大 那当然提到这三个是新党建合上市 我们在讲年轻的 夺权的 罗志强 小强 或者许小新 各位了解他们是什么出身吗 马家军 都是马英九的爱将 对吧 许小新 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马团队 他是从红秀柱的助理开始 红秀柱那一条 大家也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老板原来是怎么样 他后来换换到这个马英九是高攀上去了 那罗志强更厉害 罗志强在马英九的时候 干到辅方的副秘书长 后来在外放到中央社当副社长 等到马英九要下台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各位听清楚 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些二生孩子 这些二生孩子第二代 有够狂 他吃掉中央社副社长 前往浙江大学 攻读博士 浙江大学 攻读博士 谁是指导教授 是苏永钦 苏齐的弟弟 马英九的同班同学 他拿到的是中国浙江大学的博士 再回来台湾 再开始转账政坛 政坛 所以 黎明说要选总统 黎明说要选董事长 黎明说要选董事长 黎明要选 要选 你不觉得说 吃台湾人吃厚厚 对吧 你还要选董事长 也不能这样 你至少要尊重大安区吧 对吧 大安区讲实在话 台北市是首善之都 首善之都里面的精华地区就是大安 为什么 地宝 你只剩下的地宝 对吧 是说 副总统的这个官邸 你可以看得到整个大安区 可以大概是全台湾最精华的地段 所以我请各位 但我们不一定说 看这些蓝银里面 都要搭水垢 他们是在博身量 强版面 听好清楚 他们是博身量 抢你的版面 制造话题 不是唯恐天下不乱 是把所有的新闻通通聚焦 把整个这个焦点 说那辣一点 说那辣的时候 哇 大家就都在讲音了 这一招 大家看不破 你如果看不破 不太久了 就看一下蔡碧如的 蔡碧如人他也说 对吧 勇往之前 他基本上其实蔡碧如民众党 他们这些 他也是要跟蓝白拖都要抢市场 都有他的保守 在那里面 不能看他飞去 大家要战 看好清楚 来着不散 讲到选举 我们等一下 也要来看到的是 3月4号的南投立委 补选也在倒数中 现在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 不过今天最新的消息传出说 国民党派出来的林明珍 他卷入了抄袭遗云 那林明珍的竞选总部 在稍早也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看 我们下期再见